解读乌合麒麟新作《神明改造》 如何扒掉美国隐藏病毒真相的底库 最近乌合麒麟的一幅新画《神明改造》 引起了全网的热议 画面中身着白色球服的地球 正在被带着皇冠的美国人审判 很多人认为这是对美国人 在新冠疫情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进行的讽刺 本期视频我将带大家带来 对于这幅画的详细解读 这一幅《神明改造》从布局上看起来十分荒诞 整幅画充满着阴森恐怖的气息 看到这幅画映入眼帘的 并是一个被铁链紧锁的人 再仔细一看 这个人的脑袋是一个被掀开了天灵盖的地球 作者将地球比作一个被绑住的人 正在遭受着美国人的折磨 幅画中美国人开炉的地球上正是欧洲 一共八根针管 加上美国人手上的一根 总共有九根针管 很可能象征欧洲盟国和美国组成的G9集团 被铁链紧锁住的病人 胳膊上有四个标志 分别是美元 F22战斗机 芯片 推特 这象征着美国的金融霸权 军事霸权 科举霸权 和媒体霸权 画家将这一连串的标志结合在一起 讽刺美国正在各个方面用霸权主义 企图绑架地球 向世界输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画面中最前方还站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穿着纳粹服装的德国人 另一个是穿着军装的日本人 这两个人的头部被用装着病毒和眼睛混合器皿所代替 而在他们的左边有两罐用液体浸泡的盘子 里边装的就是刚才那两个人的头颅 将画面放大 左边罐子里装的是日本石井四郎的头部 右边装的则是德国纳粹战犯的头部 先说左边的石井四郎 熟悉抗日战争历史的人 应该都知道透明昭著的731部队 而石井四郎就是731细菌部队的负责人 当时日本人在细菌研究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但在二战战败之后 这种罪恶滔天的行为受到法院的审判 可是美国政府为了包庇日本人的行为 无耻地绕开了法院的审判 秘密地和日本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进行了谈判 只要731部队交出人体实验的研究数据 这个部队的一些军官就能够免除处罚 于是乎美国人顺利拿到了这些肮脏的实验数据 并且将731部队移植到了自己国家内部 著名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成立了新的731实验大楼 进一步在反人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右边罐子里的人头 有网友认为是二战时期 德国著名的宣传部长门格勒 也有人认为是德国的军事长官格培尔 前者是有名的演说家 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用门格勒来讽刺美国人现在的舆论霸权 真的是太适合不过了 画面中德国人正在病人面前的白板上 写着China的字样 China的上方有一组60多万的数字 对应着美国在新冠疫情中的死亡人数 作者将两者结合 讽刺美国人叫门格勒的著名宣言 谎言成为真理表演的淋漓尽致 与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 相当于指鹿为马 美国在没有政治的情况之下 直接将新冠疫情起源 夺定在我们国家身上 并且不断造谣抹黑 企图将谎言说成事实 可实际上 美国人自己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就出现病毒泄露事件 却一直逃避调查 而且美国目前是世界上 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似乎这一切是我们造成的一样 说回画作 在画中右边罐子里的头颅 也有人认为是二战时期 德国的纳粹军医戈培尔 此人绰号死亡天使 在二战时期也是以研究 各种细菌病毒而闻名 从这个角度来说 画家用日本的石井四郎 和德国的戈培尔 来讽刺美国人现在正继续干着 二战中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工作 下面来细说一下 画面中锁着地球的美国人 除了一身标志性的美国服装之外 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皇冠 但是皇冠的顶尖 是一个一个红色细菌病毒组合体 这直接讽刺了美国目前 是新冠冠军的现实 其实早在前一阵子 美国人就自诩为 自己是世界上抗疫最成功的国家 在抗疫评比中 美国的报社将自己国家的抗疫能力 和抗疫表现 评为了世界第一 而中国只能够排在世界第八 要知道 美国现在是全球累积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 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单日新增人数最多突破过六万 这些第一的殊荣 都是美国政府抗疫的表现 所以这顶皇冠真是最好的讽刺 作者直接将新冠病毒的皇冠 颁给了美国人 仔细看图中这个美国人的脸 你会发现 这并不是传统的西方人物面孔 这座小胡子 像是一张由日本人与德国人合成的新面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很多人都认为 法西斯主义已经消失了 但实际上 美国人承接了法西斯的精神 将这种法西斯主义 继续扩展到全世界 整个画作的左半边 也就是美国人的后边 则充满了恐怖的色彩 一个巨型实验罐 里边装满了树枝形状的人头 而罐子的上方 就是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标志 作者用这样的形式来表明 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很可能是这次新冠疫情的起源地 被残害的冤魂孤鬼 永远地环绕在美国人的周围 神明改造最后的一部分 就是下面的英文字母 I grant you a new corona 从字面意思上来说 就是我为你加冕的意思 但实际上 这几个字也包含了作者 对美国的讽刺 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是讽刺美国人 将新冠带给的世界 corona有着皇冠和新冠的双重词意 另一方面 这幅话也讽刺了美国人 是这次新冠疫情的冠军 从感染的人数和死亡人数上 美国都是当之无愧的加冕为王 但是面对这样糟糕的病毒感染情况 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加强自身的防疫保护措施 反而是不断地挑起世界的矛盾 病毒起源调查 本来应该是科学家之间的研究问题 结果被美国人硬生生地带到了政治问题上 这种做法向世界证明了美国人的虚伪面目 新冠之王美利坚正在会冕 看完这幅画 不得不对乌合麒麟的脑洞感到佩服 希望他也能够贡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